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的话我们在画的过程中要注意 在三点透视过程中只有一个点比加上平面最紧 这是三点透视的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你要找到什么 这个视频线找到视中线 所谓视中线就是你两个眼睛之间的那个线 那么它会三点透视的过程中会消失 会消失到视中线 辅视会向下消失 仰视会向上消失 那么左侧会向右消失 右侧会向左消失 那么我们在画透视的过程中 有些同学说圆该怎么画 圆的话呢 依然它应该在一个大的空间的方的透视关系中 去进行一个切割 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教大家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八点作圆 一个就是十六点作圆 你可以看到这八点作圆和十六点作圆的话呢 依然都是在一个方的空间内 找到一个方的这个什么呀 透视点 透视的预言 然后视频线 心点 消失点 以及这个空间的地面的这种位置 视点的高度 那么进行一个测量 在这个基础上 通过什么样 八点是米子格 找到方的二分之一处 然后又在这个方的二分之一处 去通过什么样 这个 比如说找这个半径 半径的那种长度 进行一个切割 去进行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八点作圆 十六点作圆呢 你会发现它打的格更多 打出来一个 四四十六个 顶子格式的 这样子的 然后再在每一个顶子格里 打对角线 对角线和对角线之间的这个交汇点 连线就成了十六点 那么这个十六点呢 更精确一些 在划的过程中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要是在 画这个 作圆法的时候 你可以采用十六点 那么在 立方体中 如果用八点或者十六点 找到一个圆的话 在空间中 你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 立方体中的 一点头是 两点头是 三点头是 找到一个圆柱体的 一点头是 两点头是 和三点头是 所以这个呢 就是关于 圆在空间中的一个 透视画法 那么关于这个 一点头是和 两点头是 三点头是呢 这些基本的概念 和画法呢 就给大家讲解 那有些同学说了 在这些头是之外 还有没有可能性呢 答案是有 所以的话 这边的话 我给大家最后 再介绍一下 关于 透视的其他 氛围 这是 埃什尔 画的一个 关于迷宫 你看到 他画的这个 空间关系 就是人站在 这个位置上 然后远处 的地面 越来越深远 但你会发现 往回走的路 有的地方 本来他在一个 越来越深远 是在一个平面上 但往回走的时候 会有些路是 高扶紧张 所以这就是 运用了 透视的错觉 那么埃什尔呢 一直在探讨 这种透视的错觉 我们看到 这是两幅图 左边的这幅图 这个人在走路 上楼梯 但是这个楼梯的话呢 左右上下 在不停的循环 而且呢 他感觉还一直在上楼梯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运用了一个 透视的 视错觉的方法 那么这个呢 也是在建立在 基本的三点透视的法则上 那么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空间的话呢 无论是 做的这种 循环的矛盾空间 还是一种 就是螺旋上升啊 等等的这种 视觉这种方式 那他基于的呢 还是 这个和我们刚才讲过的 三点透视 有关的一种 空间的法则 那么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 视觉效果呢 他还是和这个 视错觉有关系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 特定的视角上 去看这样的一个 高度的落差 会有一种 视觉落差感 和他那种什么样 建筑 会有一种 比如你可以看到 他的建筑 左右的宽度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他会有一种 视觉错觉感 会有这种差异 我们再看看 后面的两幅图 左边那幅图 你可以看到 它下面 它的视觉这种消失呢 好像是一点透视 从左往右消失 那么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又是一个平面的 这样的一个画框 里面的话呢 又有三维的 就是三点透视的 这样的一种建筑 所以他在一种 很复杂的一种 构成观一种 但是中间的话呢 会用这种 供用券和远处的 这种窗框 进行一个衔接 进行一个坠接 产生一种矛盾的 视觉错觉 这是这幅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幅 就是右边这一幅 右边这一幅的话 它是进行一个设想 就是人眼睛 看到的一点透视 两点透视 它是怎么去转化的 怎么转化的 那我们看到 它的中间向下的 这个区域 是一点透视 那么向上 又出现了一个点 是两点透视 那么设想 如果以此类推 向左是不是 还会有一个消失点 向右会不会 还要消失点 向下会不会 还要消失点呢 一定是会的 所以 埃什尔的话呢 它去设想 空间的消失关系 可能它是在一个 圆的 这样的视觉范围内 会产生的一种 向上向下 向左向右的 展开的空间消失点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来看后面 左边的这一幅 是它把这个建筑 中间的这些平台 进行了一个透视放大 就像一个放大镜 扣在这个报纸上一样 扣在一个画布上一样 放大了这一种透视关系 而右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幅作品 这幅作品 它是一个 比较著名的 矛盾空间的一个作品 讲的是水车 它在空间中不断的 我们看从最下 圆的阶梯上楼 随着空间一层 两层三层的 向远的延展 那么这个空间 越来越高 越来越远 但这个水呢 从下到上 流到上面以后 下来又循环 所以在空间中 运用透视 运用视错觉 构成了一个矛盾的 这样的一种视觉图景 那我们再看 这两幅作品 是埃舍尔 使用矛盾空间的法则 最具特色的 或者说 最有说服力的两幅 那么我们看到 左边的这一幅 它的下边 左边那幅下边 是一个三点透视 是一个三点透视 那么它两边有消失点 向上有消失点 那么到中间呢 你会发现 就变成了一个一点透视 画面的四周的眼 这个透视点都往中间消失 那么中间呢 就变成了一个一点透视 画面上下左右 四周的变现 都往中间消失 而往上呢 又变回到了一个三点透视 那么上面左右有消失点 而这个下消失点往中间消失 那么这个呢 成为了一个埃舍尔 比较有名的 比较重要的一幅 对于矛盾 透视空间是错觉构想的一幅画面 那我们再看到 右边的这一幅 右边的这一幅的话 似乎所有的线都是弧形的 都是弧形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什么呀 在一个右侧 右侧是向上向下 有两个消失点 那么左侧的话呢 中间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透视关系的话呢 又有一个消失点 所以的话它会产生了一个 这个什么 也是在空间中多个消失点 多个空间的一种构成关系 有三点透视 有两点透视 有一点透视的一种 打扰 一种重新组合 所以产生了一个丰富的 矛盾的空间关系 也是利用了试错觉的杂责 所以这样的作品的话呢 在对于我们学习透视来讲的话 它是基于我们的透视原理 又高于我们的透视原理的 这样的基础上去发挥表达的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呢 是基于透视学原理 又高于透视学原理 去进行的创作和表达 那我也希望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透视学法则呢 让大家呢 很好地进入到一种 从平面到立体的一种表达 那么也希望呢 同学们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勤学苦练 那么创作出来呢 既符合透视学原理 又不平凡的一种 创作的作品 那么关于 透视学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